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当初国际时钟动画组古文艾 我们观察到分店不乏许多内向的人 和外界也可以以他们评价的方式伏僻、显然的伏技能 为此,我们想了解内向的人是否与外界者说的一样 想既然我们的作品去告诉你们 不论你是内向还是外向,只要是你,就是最好的 并不需要去转移外界的眼光做你的实践 刚算高一的主角Dangos,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需要做自我介绍 但内向的他却不敢上台向所有同学介绍自己 于是Dangos选择了逃跑,但在逃跑的过程中 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像外向的人一样山上发光 所以开始模仿他们,小胖穿衣风格大大行为自治,能模仿的一些他都模仿 但在模仿的过程中Dangos发生自己竟然一样不是自己所期望的外向的模样了 于是他就停下了模仿的脚步,选择变回最初的模样,并且接纳了自己 在故事中,我们用了很多特殊含义的画面来说故事 首先是红线,像这个人伦的视线以及Douglas转变成外向人格的心结 在故事中,图中有断裂的红线则是代表Douglas白脱自己成为外向人格 选择变回最初的模样,并且接纳自己 我们的摄影机画面是将抽象的视线转为具象的摄影机 以摄影机追逐人的方式象征着,他能看向Douglas的视线 并带出Douglas害怕那些视线的红围以及遥厚感 在故事中,出现的海浪则是代表Douglas在寻找自我中水波足流的感觉 并象征他的内心最吹想的第五弯的画面 最后画面出现的圆春则是代表Douglas寻找到了自我 以圆春画面缩小的方式象征着,他通理寻找自我的过程 并且他与自己释海,接纳了自己 我们的旁白词是以用主角Douglas的词识的方式来代出整部故事 让观众们更能体会到内向人群 则转变成外向人群的布朗语典型 我们将主角Douglas以设定为一个内向的人 他内向的性格亦反映到他的腕点角度 配色的主要是以身体度低的蓝龟,彩度低的角色为 高领帽T和长颗子都不泛张脸和双手皮肤 也是用肉肤度低的方式来提供Douglas内向的视线设定 中间有一个小口形态是Douglas 认为自己像小丑的好笑 之后会经历一系列的转变和外向型态 然后把蓝绿且穿上黑白的转座和蓝绣 和蓝绣 以前面的内向型态做对比 整体的造型夸张且技能特别 但其实外向的人并不会穿得那么的夸张 这也是想暗示造成追求外向给过头 甚至走火部魔的感觉 作画主要的色彩以低彩度的蓝色为主 主要是反映出主角内向的性格 而影子相对应的是雷射光那边的黄色被子 是想暗示Douglas对于别人视线的感觉 而我们在影影的部分上是在影视描感彩线呈现 除了是想要有一个独特的风格 也就是试试画面更有点不同 在制作中前置可以说是我们花费最久的 从一体发响到故事创作再到角色创作 中途中我们遇到了第一个大困难 于是缺乏小光点 于是我们将故事进行复习 学长可以在将闪光点的地方 并且细修闻的故事 而旁徽词的部分则是由主要看完故事后进行对谈 但我们会截取中间的精华片段凸写而成 而我们动画的制作过程增试了2D动画的作画阅 幼稀画出分镜 制作出动态角形之后 依照分镜和动态角形的研究 在综络和时代彩色的台片 合成說過所有自己的作品 《特文愛》是我們製作過最大的作品 在這段期間內,我們學習到了很多 無論是技術方面,也或者是故事方面的技巧 甚至是團隊合作,都能學習到 因此非常感謝那些這段期間內幫助我們的師長與同學們 也非常感謝那些支持我們動畫的觀眾們 因為有大家,所以才有了這部作品 非常謝謝